大家好 今天带来亚马逊产品分析是梅森罐头盖子 梅森罐子是美国家庭比较常用的一款家居厨房用品 来看一下什么是梅森密封罐 这个梅森罐传统上来说就是这样一种带有螺纹铁盖的玻璃罐 这种玻璃罐它的密封性特别像 日常生活中可以用来腌制食物或者是储存干燥的食物 由于美国市场对梅森罐有比较大的需求量 所以梅森罐它的配件也是有市场的 比方说像它上面的这个盖子或者是一些用于装饰的 可以放在这种梅森罐里 里面的小页灯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市场的数据 通过对罐头盖相关关键词的挖掘 可以发现大词是天类瓷罐头盖子 如果更精准一些的就有广口罐头盖或者是宽口梅森瓶盖 这些词都可以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关键词相关数据 月搜索量3万多非常高 然后相关度呢也是挺高的可以达到50分 月购买量是5000多 点击集中度35.2% 这里咱们再看一下这个购买率 购买率是17.12% 下面的这个关键词 它的购买率是24% 这个购买率可以看出还是比较高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证品 证品这里面就举例来看一下吧 就拿这款产品来说 它的这个大类排名是2000多 价格是13.99 毛利率 毛利率预估这里面是一个参考的 大概能到57% 评分数量是391 这个评分数还好 没有超过500 流频率是1.93% 评分是4.7% 说明质量还可以 要么就是这类产品 它本身就没有过多的客速 销量趋势 这里可以看到 5月份预估销量可以达到2000多 然后月销售额呢 是3万多美金 下面再来看一下细分市场 像梅森罐头盖呢 它的细分市场是在保鲜盖 这个节点下面的这里呢 取得样本数量是前一排 100个产品属于包含了68个品牌 以及79个卖家 月总销量是10万多 可以看到这个数值还是挺大的 月均销量是1000多 月均销售额是15000美金左右 平均的价格客单价是16.17美金 平均的评分数是1530个 这个评分数量还是比较庞大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保鲜盖它的一个较为详细的市场分析报告 这里面取得是近30天的 可以看到 它总体的产品数量有1400多个 竞争相对来说 这里面可以大概看出来竞争相对较为激烈 因为卖家比较多 以排名前10的产品为例 来看一下基本情况 Top10产品 近30天的均线量是3716个 近30天的销售额是47000美金 平均价格12.41 平均的评分数是4595个 平均的星级是4.6 再来看一下新品 三个月内上架的新品数量是两个 新品占比2% 那再来看一下新品 近30天的销量情况 是4880个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行业需求 以及行业销售数据 这里可以看到这个产品 它的季节性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到了每年的7月份到9月份的时候 它的这个销量 还是会有一个稍微有一点涨幅 比方说21年的7月到9月 以及20年的7月到9月 产品集中度36.1% 来看一下排名第一的 排名第一的这个Essen呢 它的月销售量是9000多 将近1万了 销量占比8.9% 品牌集中度64.3% 排名第一的这个品牌 它的产品数量一共是12个 月销量是2万多 销量占比20.8% 这个集中度其实在亚马逊来说并不是特别高 也还可以 卖家集中度46% 再来看一下卖家类型分布 大多数都是FBA卖家 Essen数量占比达到了94% 月销量占比是88.62% 说明想要做这个 那卖家最优的选择就是FBA发货 卖家所属低于分布 59个中国卖家 其余的分别是美国 加拿大 以及英国 上下时间分布上来看 大多数都是一些超过三年 及三年以上的链接 上下趋势分布可以看到 从19年开始 这个类目可以看好 每年入驻的新的这个Essen和卖家 是不断递增的这样一个趋势 评论数量销量 基本上都集中在500个评论以上的 这样的一些链接上 月销量占比能够达到68% 评分数值上可以看到 基本上都是在4.3到4.5 这个类目 它对这个评分的数值 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所以呢 需要卖家是先去仔细 就是通过前面的这个竞品调研 然后去认真分析一下 这个市场它存在哪些客宿 然后针对这些客宿去改进产品 价格上来看 销量基本上都集中在10到15美金 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好 以上就是梅森罐头盖子 或者说保鲜盖的一个市场调研分析 感谢大家观看这个产品的数据分析